这里是中国北京房山 舟口店北京人遗址 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大约50到70万年前 古人类在这里取火烤肉 生儿育女 这里发现的人骨化石 就是有利正确 然而您知道吗 博物馆中展示的最重要的 北京人头骨化石 却是复制品 真品在哪里呢 1929年 中国考古学家裴文忠 在此发掘了 第一块古人类头骨头盖骨 其后又发现了 多具完整原始人头盖骨 抗人战争全面爆发后 1941年11月 用舟口店发掘的人骨化石 被运送到美国驻华大使馆 希望能转运到美国自然博物馆保存 可是运送的列车 在赶往秦皇岛港的路上 被日军拦截 运送的美国军人被扶 装有头骨化石的箱子丢失 至今未找到